大家好,我们独家获得夏威夷简本书的播放权 我们这个系列名称 国家之洲,发现美国 出版,简本出版社 大家可以在亚马逊书店或者本节目的内容介绍中 点击连结购买此书 欢迎来到阿罗哈州 这本书将介绍美丽的夏威夷岛,它的文化和人民 您将了解该州的历史,倪人的地理,充满活力的文化和丰富的野生动物 您会发现岛上的许多景点 从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海滩 您还将探索夏威夷人民的文化传统,他们的语言和音乐 最后,您将瞥见当地人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习俗 因此,快来探索夏威夷的精彩世界吧 1.简介 欢迎来到夏威夷,地球上真正的天堂 夏威夷拥有充满活力的文化 迷人的海滩,雄伟的火山和繁茂的野生动物 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目的地 从您抵达的那一刻起 夏威夷的岛屿就会让您着迷和着迷 夏威夷是太平洋上火山岛的群岛 它由八个主要岛屿组成 夏威夷大岛、毛衣岛、瓦虎岛、考爱岛、拉奈岛、摩洛凯岛、尼豪岛和卡胡拉威岛 夏威夷以其丰富的文化、多样的风景、美丽的海滩以及丰富的文化和传统而闻名 夏威夷是一个度假天堂 拥有世界一流的海滩、自然奇观和大量活动 从大岛的壮观景观到瓦虎岛的时髦氛围 夏威夷的每个人都有事情要做 您可能想探索可爱岛郁郁葱葱的绿色山谷 在毛衣岛田园诗般的海滩上放松身心 或参加摩洛凯岛的当地习俗 无论您是在寻找轻松的假期还是寻找冒险 夏威夷都是完美的目的地 从大岛的史诗般的海浪冲浪到探索古老的夏威夷寺庙 在这个美丽的天堂里 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 那你还等什么? 夏威夷拥有丰富的自然美景 友好的当地人和无尽的冒险机会 是逃离和探索的理想场所 二夏威夷概况 夏威夷是位于太平洋中部的八个主要岛屿的群岛 这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以其令人惊叹的自然美景 丰富的文化和友好的人民而闻名 夏威夷是美国的第五十个州 其首都是檀香山 位于瓦湖岛 夏威夷 群岛的大小和特征各不相同 从最年轻的夏威夷岛也称为大岛到最古老的可爱岛 两者都起源于火山 拥有郁郁葱葱的景观和壮丽的景色 可爱岛是世界上最大的峡谷 威美亚峡谷的所在地 而大岛是莫纳克亚山的所在地 莫纳克亚山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峰 当从海底发出红色时 夏威夷的气候通常宜人 但温度因岛雨而异 夏季通常温暖潮湿 而冬季往往温和干燥 全年降雨量普遍 其中大部分落在岛雨的迎风面 夏威夷长期以来一直以其丰富的文化和传统而闻名 包括草群舞和Lomi Lomi按摩 美食融合了玻利尼西亚 亚洲和美国的影响 提供各种美味佳肴 夏威夷雨今天仍在使用 夏威夷音乐在整个岛屿上都很流行 夏威夷是任何类型旅行者的理想目的地 无论您是在寻找冒险 放松 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夏威夷都能满足每个人的需求 从美丽的海滩到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 火山和瀑布 夏威夷群岛提供一系列活动和景点 三夏威夷历史 夏威夷是世界上地里上最孤立的人口中心 距离最近的大陆陆地超过2000英里 这些岛屿最早由波利尼西亚航海者 在西元二世纪定居 夏威夷本土文化的起源 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 在百夫常国 这些岛屿看到了许多不同的定居者 包括西班牙、英国和美国军队 夏威夷群岛已知最早的居民是波利尼西亚人 他们在西元400年左右抵达夏威夷 并发展了独特的文化、语言和宗教 波利尼西亚人是海洋航海大师 他们在夏威夷群岛定居时 带来了许多植物和动物 1778年 英国探险家詹姆斯 库克船长登陆夏威夷 并称其位三明治群岛 以纪念他的朋友桑维奇伯爵 1779年库克去世后 其他欧洲人开始探索这些岛屿 最终英国 法国和美国的补金船队开始将夏威夷座位停靠岗 1810年 国王卡美哈美哈一世统一了夏威夷群岛 建立了夏威夷王国 夏威夷君主制于1893年被推翻 这些岛屿于1898年被美国吞并 夏威夷于1959年获得州地位 今天是美国的第50个州 护田外 夏威夷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拥有迷人的海滩 茂密的森林和丰富的文化遗产 这些岛屿也是充满活力的经济的发源地 农业 旅游业和技术都发挥住重要作用 夏威夷简介 哈瓦二世是一组位于太平洋的岛屿 它是美国唯一一个完全位于热带地区的州 其热带气候使其成为度假者探索的理想场所 夏威夷是许多不同文化的发源地 包括日本人 中国人 菲律宾人 葡萄牙人和夏威夷人 凭借其美丽的海滩 温暖的海水和迷人的风景 难怪夏威夷被认为是世界顶级度假圣地之一 夏威夷是世界上最偏远的岛链 其玻利尼西亚人拥有丰富而古老的文化 夏威夷语是一种独特而美丽的语言 岛上充满了许多文化、精神和历史遗迹 夏威夷群岛分为八个主要岛屿 考阿岛、瓦胡岛、摩洛凯岛、拉奈岛、卡胡拉威岛、毛伊岛 夏威夷、大岛和你好岛 在活动和景点方面 夏威夷适合每个人 这里有许多海滩、度假村和公园 供游客探索 还有大量的活动可供选择 如冲浪、浮潜、潜水、钓鱼、皮划亭等 根据岛屿的不同 游客还可以找到独特的夏威夷艺术、音乐和舞蹈 夏威夷拥有各种不同的气候 是游客体验不同环境的好地方 游客可以找到从炎热的热带雨林 到干燥的沙漠平原的任何东西 无论您是想逃离天堂 还是想有机会探索独特的文化和历史 夏威夷都有很多东西可以提供 凭借其迷人的风景和友好的人民 夏威夷一定会成为您下一个假期的难忘之地 4.夏威夷地理 夏威夷是太平洋上的一个群岛 位于美国大陆西南2500英里处 它是美国50个州中最近的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完全由岛屿组成的州 夏威夷的主要岛屿是夏威夷岛、毛伊岛、瓦虎岛和考爱岛 但该州还包括许多其他较小的岛屿 其中大部分无人居住 这些岛屿的总面积为6427平方英里 使其成为美国第43大州 夏威夷还有一个大型专属经济区 11G 从其海岸延伸200海里 这个雷亚覆盖了150万平方海里 约占世界海洋表面的十分之一 这个专属经济区是大量鱼类和其他海洋生物的家园 包括濒临灭绝的森海豹、鲸鱼和海豚 夏威夷的岛屿是火山 最年轻的主要岛屿夏威夷也称谓大岛 由于火山活动仍在增长 因此 许多岛屿拥有崎岖的地形 壮观的悬崖和独特的岩层 最高峰是莫纳克亚山 位于大岛上 海拔13796英尺 夏威夷数热带气候 全年气温从70多度到80多度不等 这些岛屿还以其频繁的镇雨而闻名 这有助于保持岛屿和绿色的郁郁葱葱 考爱岛以其壮观的彩虹而闻名 是地球上最潮湿的有人居住的岛屿 平均每年降雨量为460英寸 除了多样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自然环境外 夏威夷还拥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和历史遗迹 从古老的夏威夷寺庙和岩画到历史悠久的公园和地标 这些景点为游客提供了夏威夷人民古老文化的一撇 以及塑造岛屿历史的事件 五位置 夏威夷是一个由八个主要岛屿组成的群岛 位于北太平洋 位于美国大陆西南约2000英里处 这些岛屿分为四个主要组 夏威夷岛也称为大岛 毛衣岛 考爱岛和瓦湖岛 夏威夷岛是最大的岛屿 拥有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 这是美国地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毛衣岛是第二大岛 以其山脉 海景和瀑布而闻名 可爱岛是最古老的岛屿 也是太平洋大峡谷 威美亚峡谷的所在地 欧湖岛是人口最多的岛屿 也是檀香山州首府 以及著名的威积积海滩的所在地 六气候 夏威夷以其全年温暖的热带气候而闻名 夏威夷的气候总体上是一致的 因为它位于北太平洋的中部 这些岛屿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季节 旱季5月至10月和雨季11月至4月 夏威夷的气候通常炎热潮湿 年平均气温为79华氏度26摄氏度 在夏季 气温在79华氏度26摄氏度和85华氏度29摄氏度之间 在冬季 气温在68华氏度20摄氏度和79华氏度26摄氏度之间 这些岛屿湿度低 尤其是在旱季 雨季湿度最高 湿度在70%至90之间 因此 对于不习惯高湿度的游客来说 雨季可能会非常不舒服 夏威夷的降雨量变化很大 取决于地点和海拔高度 该州被封面的岛屿往往要干燥得多 每年的降雨量不到10英寸25厘米 然而 迎风面往往更潮湿 每年降雨量超过200英寸500厘米 总体而言 夏威夷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都是一个绝佳的目的地 温暖的豆甲 低湿度和多样的降雨量 绝对是一个值得一游的地方 夏威夷是太平洋中部八个主要岛屿的群岛 它是美国最南端的州 也是北美以外的州 夏威夷是一个受欢迎的度假圣地 拥有令人叹未观止的海滩 茂密的热带雨林和充满活力的文化 该州最大的岛屿是夏威夷岛 被称为大岛 它是夏威夷两座最活跃的火山 莫纳罗亚火山和基拉维厄火山的所在地 其他主要岛屿包括瓦湖岛 毛衣岛 考爱岛 尼好岛 摩洛凯岛 拉奈岛和卡胡拉威岛 每个岛屿都有自己独特的特色 从令人叹未观止的悬崖到美丽的海滩 夏威夷 文化是传统夏威夷价值观 亚洲影响和现代美国文化的混合体 传统的夏威夷音乐和舞蹈 如草群舞和哈帕哈欧类 今天仍在练习 夏威夷的美食融合了美国 日本 中国 和菲律宾的影响 包括Pol La La 和Lomi 鲑鱼等菜肴 夏威夷属温带和热带气候 全年气候温暖 阳光明媚 这使其成为理想的度假圣地 有很多户外活动的机会 如浮潜 冲浪 和徒步旅行 无论您是想享受轻松的海滩假期 还是冒险探索岛屿 夏威夷都能满足每个人的需求 从迷人的海滩 和茂密的森林 到充满活力的文化 夏威夷一定会提供令人难忘的餐桌体验 7.本土文化和人民 夏威夷拥有独特而多样的文化 这种文化是由几个世纪以来 居住在这些岛屿上的 许多不同种族塑造的 本土文化和人民 对夏威夷群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种文化仍然是今天岛屿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夏威夷群岛最早的居民是波利尼西亚人 他们在十世纪开始殖民这些岛屿 他们带来了他们的文化习俗 语言和精神崇拜方式 这些都仍然对夏威夷文化产生影响 传统的夏威夷文化 深受古代宗教和精神信仰的影响 最突出的例子是草群舞 一种代代相传的仪式舞蹈 草群舞被认为是夏威夷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经常用于仪式和庆祝活动 夏威夷也是各种艺术形式的发源地 包括音乐、雕刻和编织 传统乐器包括游客里里、松弛剑吉他和伊铺 此外 传统的夏威夷艺术 如花环制作、航缝和乐柜编织 至今仍在进行 夏威夷 羽也是夏威夷羽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仍然在岛上的许多地区使用 并在学校和大学教授 夏威夷人民以其强烈的社区和家庭意识而闻名 大家庭成员共同生活在一个家中的情况并不少见 家庭成员参与彼此的生活也是如此 这种对家庭和社区的重视 有助于保持夏威夷文化的活力和活力 夏威夷是一个独特而多样的地方 本土文化和人民在塑造岛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夏威夷人民的历史和文化 至今仍对岛屿产生强烈影响 是夏威夷体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8.夏威夷原住民文化和传统 夏威夷是一连串岛屿 拥有植根与海洋的丰富多样的文化 以及居住在这些岛屿上几个世纪的玻利尼西亚人 夏威夷本土文化和传统今天仍然很突出 充满活力的节日和Customs 受到州及其人民的尊重和庆祝 夏威夷文化沉浸在玻利尼西亚传统中 包括相信一切都有精神或法力 玛娜被认为是所有生命的源泉 并通过日常仪式舞蹈和文化活动来纪念 夏威夷人还认为 他们的祖先仍然与这些岛屿有联系 他们通过祭品和传统仪式来纪念他们 夏威夷文化通过音乐 草群舞和语言来庆祝 草群舞是一种代代相传的传统舞蹈形式 是一种讲故事和表达情感的方式 夏威夷音乐通常以游客里里和钢吉他等传统乐器为基础 还包括吟唱和唱歌 夏威夷语是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仍然被许多生活在夏威夷的人使用 夏威夷还拥有丰富的手工艺、编织和雕刻传统 至今仍在实践 例如 乐柜编织艺术已经代代相传 用于制作帽子、篮子和垫子等物品 雕刻的木质雕塑和其他物品在夏威夷也很常见 通常具有传统的夏威夷设计和图案 夏威夷 是一个美丽而充满活力的地方 夏威夷原住民的文化和传统是其身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重要的是要庆祝和尊重夏威夷本土文化和传统 并继续学习和欣赏岛屿独特而古老的文化 九人口统计 夏威夷是美国最多元化的州 是许多不同种族和背景的人的家园 包括夏威夷原住民 约55%是亚裔 人口由高加索人 非裔美国人和其他种族民族背景组成 夏威夷还以其较高的多种族人口比例而闻名 2018年有13.6%的人口被认定为一个以上的种族 多种族群体中 混血的是亚洲人和白人混血3.3% 夏威夷人和白人混血2.2% 夏威夷的中卫年龄 未39.8岁 略高于全国中卫年龄 38.2岁 夏威夷的65岁及以上人口也略高 占该年龄组人口的13.8% 这高于8.4%的全国平均水准 夏威夷是唯一一个没有多数种族的州 也是50个州中种族最多样化的州 这是由于其温暖的气候 多样化的人口 以及靠近亚洲 凭借其独特的文化 传统和自然美景组合 夏威夷已成为美国最令人向往的度假圣地之一 夏威夷简介 夏威夷是太平洋中部 一个美丽而独特的目的地 以其郁郁葱葱的热带岛屿 充满活力的文化和多样的景观而闻名 从举世闻名的威积积海滩和纳帕利海岸的壮丽景色 到岛上提供的冒险活动 夏威夷有某种东西或每个人 夏威夷是一个由八个主要岛屿组成的群岛 夏威夷、毛伊岛、瓦胡岛、考爱岛、拉奈岛、摩洛凯岛、尼豪岛和卡胡拉维岛 位于美国大陆西南约2400英里处 这些岛屿是更大的玻利尼西亚文化的一部分 人口刚刚超过140万 夏威夷群岛拥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和景点 从世界级的冲浪、远足和浮潜 到威积积充满活力的夜生活和举世闻名的洛凰 这些岛屿还提供各种文化和户外活动 如柯纳咖啡农场、凤梨种植园和植物园 对于那些想要放松的人来说 夏威夷提供了众多的温泉度假村、高尔夫球场和豪华度假村 夏威夷也以其迷人的风景而闻名 从Napoli海岸的戏剧性悬崖 到哈纳乌马湾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 夏威夷拥有热带气候、充足的阳光和白色的沙滩 为情侣和家庭提供了田园诗般的度假圣地 无论您是在寻找浪漫的假期、充满冒险的体验 还是只是放松的机会 夏威夷都能满足每个人的需求 凭借其多样化的活动、风景和文化 夏威夷一定会给您留下终生难忘的回忆 十夏威夷自然奇观 夏威夷以其壮丽而风景如画的自然奇观而闻名 从迷人的海滩到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 夏威夷的自然美景是岛上最吸引人的景点之一 夏威夷拥有世界上一些最独特的生态系统 使其成为户外探险的主要目的地 海滩 夏威夷的海滩以其白色的沙滩 清澈的海水和摇曳的棕榈树而闻名 从檀香山标志性的危机机海滩到大岛鲜味人知的海滩 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 夏威夷的海滩提供游泳、浮潜和冲浪等活动 火山 夏威夷是五座火火山的所在地 其中包括世界上最活跃的火山基拉维厄火山 夏威夷的火山是游客的热门景点 游客可以在导游的带领下探索它们 徒步穿越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 见证熔岩流逝难忘的经历 热带雨林 夏威夷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是各种动植物的家园 从阿卡卡瀑布周历公园的蕨类植物 到罕见的可爱岛木卫翼鸟 夏威夷的热带雨林是一个自然奇观 游客可以参加带导游的徒步旅行 探索森林或乘坐直升机游览 从空中欣赏风景 瀑布 夏威夷拥有许多美丽的瀑布 从雷鸣般的阿卡卡瀑布到多层威路亚瀑布 夏威夷的瀑布并仁敬畏 游客可以通过带导游的徒步旅行来探索瀑布 或者在舒适的直升机上欣赏瀑布的美景 这些只是夏威夷的一些自然奇观 无论您是在寻找轻松的海滩度假还是冒险的户外之旅 夏威夷都能满足每个人的需求 夏威夷拥有迷人的海滩 茂密的热带雨林和火火山 是各类探险家的理想目的地 十一风景和海滩 夏威夷是一个令人惊叹的美丽岛屿天堂 其郁郁葱葱的热带景观 沙滩和波光淋淋的蓝色海水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从贸易岛雄伟的山脉到可爱岛令人叹未观止的悬崖 夏威夷多样化的地理环境为每个人提供了一些东西 夏威夷的海滩是世界上最好的海滩之一 无论您是在寻找一个僻静的海湾 异常片白色沙滩 还是一个浮潜的地方 夏威夷都能满足您的需求 许多海滩都有救生员 并提供各种活动 从冲浪和趴板冲浪到战利式讲板冲浪和皮滑艇 游览夏威夷海滩的最佳时间是夏季 此时海水温暖 阳光明媚 夏季也是见证夏威夷令人敬畏的日落的最佳时间 夏威夷的风景和它的海滩一样令人惊叹 从高耸的瀑布到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和火火山 夏威夷的风景充满了美丽和冒险 游客可以在徒步旅行中探索夏威夷的自然奇观 或乘坐直升机游览鸟看图 夏威夷的风景和海滩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度假圣地之一 凭借其令人惊叹的美丽和无尽的活动 哈瓦伊是逃离日常生活喧嚣的理想场所 十二 野生动物 夏威夷是世界上一些最多样化的野生动物的家园 夏威夷独特的环境使各种物种能够茁壮成长并适应继承人的环境 有超过140种不同种类的鸟类以夏威夷为家 其中许多是这些岛屿的特有物种 其中一些鸟类包括濒临灭绝的内内 夏威夷蜜爬虫和夏威夷猫头鹰 夏威夷群岛也是许多哺乳动物鱼类和爬行动物的家园 夏威夷水域拥有丰富的海洋生物 有500多种鱼类包括濒临灭绝的夏威夷森海豹 在陆地上有带帽龟 海龟和其他爬行动物 在夏威夷的休息和丛林中 您可以找到猫幼 夏威夷蝙蝠和夏威夷短尾蝙蝠等物种 夏威夷也是一些世界上最独特的植物的家园 从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到干旱的沙漠 夏威夷有超过1700种不同种类的植物 其中包括特有的夏威夷银剑 它是仙人长的亲戚以及美丽的芙蓉花 夏威夷是一个天堂 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和植物 从高山到大海 夏威夷群岛是野生动物爱好者的天堂 夏威夷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野生动植物多样性 是探索自然奇观的理想目的地 夏威夷简介 夏威夷是太平洋中部一个美丽的群岛州 有130多个岛屿组成 分布在1500英里内 它是美国唯一位于大洋洲的州 也是唯一一个完全由岛屿组成的州 夏威夷以其热带气候 迷人的海滩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而闻名 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夏威夷的岛屿在四世纪首次由波利尼西亚人定居 后来在19世纪被美国殖民 该群岛于1959年成为美国第50个州 现在拥有140万人口 夏威夷以其令人叹未观止的风景而闻名 从郁郁葱葱的绿色山谷和雄伟的山脉 到令人惊叹的瀑布和白色沙滩 凭借其温和的气候 夏威夷是户外活动和休闲度假的理想目的地 夏威夷群岛拥有许多景点 包括火山国家公园、威美亚峡谷、纳帕利海岸和许多历史遗迹 夏威夷还拥有充满活力和多元文化的文化 从传统的草群舞到独特的音乐和艺术 夏威夷是所有年龄段旅行者的理想目的地 为每个人提供如此多的美食 无论您是在寻找令人兴奋的冒险还是轻松的假期 夏威夷都是探索的理想场所 13、夏威夷的休闲活动 夏威夷是海滩爱好者和超越者或爱好者的主要目的地 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享受阳光、沙滩和冲浪 夏威夷有各种各样的休闲活动 从在海滩上放松 在水晶般湛蓝的海水中浮潜 到探索LASH热带雨林和火山 无论您的兴趣是什么 夏威夷的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 对于海滩爱好者来说 有许多白色的沙滩非常适合日光浴、游泳或者是放松一天 在这些海滩上 您也可以享受定期的海滩活动 例如冲浪板、皮滑艇和站立式单桨冲浪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些不同的东西 夏威夷也是一些很棒的浮潜点的所在地 凭借其清澈的海水 这些景点非常适合看到五颜六色的珊瑚和海洋生物 户外运动爱好者也会喜欢夏威夷 因为那里有大量的活动可供探索 从徒步穿越热带雨林和火山小径 到高空滑锁和全地行车之旅 夏威夷是锻炼身体和体验大自然的理想场所 对于更多惊险刺激的活动 夏威夷也是跳伞、深海钓鱼和赏金的好地方 无论您要寻找什么样的休闲活动 夏威夷都能满足每个人的需求 夏威夷拥有完美的天气、美丽的海滩和茂密的森林 是娱乐和放松的理想目的地 十四、水上运动 夏威夷因其令人惊叹的自然美景 充满活力的文化和丰富的户外活动 而成为受欢迎的度假圣地 夏威夷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是水上运动 夏威夷拥有清澈的海水、温暖的温度和丰富的海洋生物 是各种水上运动的理想场所 包括冲浪、浮潜、钓鱼等 冲浪 是夏威夷最受欢迎的消遣方式 这些岛屿是世界上一些最好的冲浪点的所在地 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经验丰富的冲浪者 夏威夷群岛都能为每个人提供一些东西 温暖的温度、清澈的海水和大量稳定的海浪完美结合 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来学习冲浪或磨练您的技能了 浮潜是夏威夷的另一项热门活动 从美丽的珊瑚礁和五颜六色的热带鱼 到许多异国情调的海洋生物 在夏威夷浮潜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无论您是想探索受保护海湾的潜水区 欣赏珊瑚礁的壮丽美景 还是瞥见好奇的海龟 在夏威夷浮潜都是您不会很快忘记的体验 钓鱼也是夏威夷的一项热门活动 凭借其丰富的鱼类 原始的水域和丰富的海洋生物 在夏威夷钓鱼是一次真正难忘的经历 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经验丰富的锤钓者 您都可以享受各种各样的钓鱼机会 从在瓦湖岛海岸进行深海捕鱼 捕捉珍贵的太平洋蓝枪鱼 到在大岛的溪流和河流中飞钓 再到捕捉稀有的孔雀芦鱼 这里有适合每个人的东西 无论您的技能水准或经验如何 夏威夷的每个人都有适合的水上运动 无论您是想在海滩上度过轻松的一天 还是想在海下冒险 夏威夷都是水上运动的理想目的地 15 户外活动 夏威夷是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天堂 凭借其无数的户外活动 岛上的游客和居民都可以利用夏威夷所提供的多样化和壮观的听觉环境和气候 从海滩活动到远足和骑自行车 浮钱和水费潜水 再到高空滑锁 滑翔伞和赏金 夏威夷适合每个人 海滩活动 夏威夷拥有 丰富的白色沙滩 是所有海滩活动的理想目的地 包括游泳 冲浪 排球 趴板冲浪 浮钱 和日光浴 许多海滩享有壮观的海景 并提供各种海滨餐厅和商店 徒步旅行和骑自行车 夏威夷地形多样 小镜丰富多彩 是探索户外活动的好地方 从简单的铺气小镜到更严格的越野小镜 夏威夷适合所有级别的徒步旅行者和其自行车者 Snorkeling和水废潜水 夏威夷拥有温暖 清澈的海水和充满活力的海洋生物 是浮钱和水废潜水的理想目的地 许多岛屿都有发达的潜水地点 并为浮钱者和潜水夫提供导游、浮船和其他活动 高空滑锁和滑翔伞 夏威夷拥有热带氛围 是高空滑锁和滑翔伞的理想目的地 从翱翔在瀑布上到在地面上高处乘坐电缆 高空滑锁和滑翔伞提供了惊心动魄的体验和岛屿的壮丽景色 观景 在12月至4月期间 夏威夷是观景的好地方 可以看到坐头鲸在海洋中突破 可以从岸上或乘船游览时发现 无论您是在寻找令人兴奋的户外活动 还是在海滩上度过轻松的一天 夏威夷都能为每个人提供一些东西 凭借其令人惊叹的自然美景 夏威夷是户外探险和探索的理想目的地 夏威夷简介 夏威夷是美国的一个州 位于太平洋 由八个主要岛屿组成 夏威夷以其郁郁葱葱的热带景观 美丽的海滩和独特的文化而闻名 它是世界各地人们的热门度假圣地 其独特的文化融合使其成为理想的游览场所 夏威夷的气候主要是热带气候 夏季气温在70至85度之间 冬季气温在60至70度之间 这使其成为寻求难忘体验的旅行者的全年目的地 夏威夷群岛分为四个地区 考爱岛、瓦湖岛、毛衣岛和大岛 在这些地区 您会发现度假村、海滩和许多景点可供探索 可爱岛以其郁郁葱葱的绿色山谷和壮观的风景而闻名 而欧湖岛则是周首府檀香山的所在地 在毛衣岛 您可以找到世界上一些最好的海滩 而大岛的火山景观则创造了独特的冒险 无论您决定在夏威夷访问哪里 您都会被美丽的风景和充满活力的文化所包围 从熙熙攘攘的城市到原始的海滩 夏威夷适合每个人 无论您是在寻找轻松的假期 还是令人兴奋的冒险之旅 您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结论 总之 夏威夷的介绍提供了一个 了解夏威夷群岛的文化、历史和自然美景的绝佳机会 从温暖阳光明媚的海滩到风景秀丽的山脉和郁郁葱葱的绿色、雨林 夏威夷为每个人提供了一些东西 凭借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独特的习俗 夏威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为每位游客提供独特的体验 无论您是在寻找冒险还是安静轻松的逃生 夏威夷都能为每个人提供一些东西 享受夏威夷群岛的美丽 体验夏威夷的阿罗哈精神 夏威夷春光明媚